在这个适用经济美观绿色的基础 想通过这个低碳健康治愈安全四维度展开 然后再设计建材建造运维以及最后的体检数字完成维护方面 来通过标准来进行个评价 因为孩子他自身对于体温的调节能力比较差 所以如果温度过高的话会干扰他们的神经消化和呼吸的功能 因为他们自身的体内热量散发不出去 如果房间的温度过低又会出现感冒和受凉的症状 所以我们会要求这个婴儿房的温度控制在24到26度 首先我们是通过大面积的开窗让这个房间足够的明亮 因为就像Well健康建筑标准里面提到了就是关于自然光的一个应用 如果我们在白天的时候能够接收到足够的自然光的时候 晚上会睡个好觉 这个对老年人是非常的重要的 其实三个人的楼花在国内很厉害 2047年每三个一个有两个 现在看到这个是一种吉连的青角椅 它每个小的方块其实是一个三轴青角椅 它等于是你有任何的这个角度移动 可以直接发出信号后台报警 那么这个呢是目前找到现在成本最低的一种建筑方式 坐在边上然后给它包住 这都可以做到 就是很多种方式 另外如果早期的话可以埋到里面去做这个 所以这些呢是一种安全的这种防护的设备的措施 这都是一些其实都是技术在这种建筑里面应用 想得很稀严 好 好 好